好啊,好,我們回答一條港股問題 Tommy來的,他就想問車股 他問蔚來,966元 他的貨底就是164元 現在就是139.9元 好,他說前景怎麼看呢?應該怎麼操作呢? 暫時我覺得還沒有這麼樂觀的 因為香港的電動車股 我始終都覺得比亞迪是非常龍頭首選的 現在這一刻 蔚來始終因為他自己的廠房 那個區份那些東西其實是比較暫時 在活動上受影響的 所以出車量,你看到他不是太差 但因為其實他本來的機率都很低 唯一我們是擔心他的毛利 其實他那個毛利 他順境的時候會爆炸得快一點 沒有那麼順境的時候 他會相對跑輸隔離那些 就是遺小你當中他會比較輸蝕 那這個是短線少許的問題 但是我始終覺得如果遺小你當中 如果我要去不是選擇最安全的比亞迪 Tesla那些 你是選遺小有機會 突然間一刻有個估值反映 有個re-rating重新出現的 那我始終都是覺得 就是未來是會吸引一點 因為你看到之前大家很不看好的換電站 其實隔離那些公司都開始抄襲這一樣東西 那有機會突然間那個 就是分析員很喜歡 突然間那個行業突然變化 那就是誰做才會有個大一點的re-rating的功能 那這個就是長線少許的想法 但是始終我就覺得既然他在美國有上市 我也是看著美股的價格的了 你短期裏面 始終大概15-16元 都是真是 真是很重要 兩三年前第一次說的時候就是這些水平